Hello 大家好 又來到Chantam賽馬的時間 上一日介紹的心碎 上一段影片已經講過 希望大家有興趣可以看看 今期都有四隻高出賽肉馬 上期的高出賽肉馬成績不錯 今期有四隻 大家也可以參考一下 如果是螢光物體不清楚 也可以回上一集的影片 我都有讀過馬名 大家都知道Chantam賽馬的免費賽馬頻道 每次賽事都會介紹高出賽肉馬 以及兩隻賽馬給大家參考一下 如果大家想繼續支持這個免費頻道 繼續營運 可以經過Facebook Post 到Blogspot 周圍都有些熱面廣告 如果有興趣的話 按一下支持我的廣告客戶 同樣 Youtube影片播放之前也有些廣告 不一定在這個位置 或略過廣告 可以看久一點 看久一點之後 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不阻礙連結 有時有些廣告連結 去看看我的廣告客戶的資料 支持我的廣告客戶 就等於支持我的Chantam賽馬 這個免費頻道 繼續營運 禮拜三第一個賽事 第一場賽事 第一場賽事會介紹 第五場 第五場 這場是一個三天場次 但是我這樣看 其實有四隻馬都很突出 不是很複雜 複雜在選哪隻膽 先說這場賽事有趣的地方 莫雷拉 竟然是不騎火白俠和偉大勝利 是騎尼團軍 是不騎還是騎尼團軍 沒有人知道 但是火白俠和偉大勝利 都應該是打了王牌 反而奇尼團軍 沒有打王牌 難道莫雷拉一早答應葉楚行 但若葉楚行一早想出這隻 應該要打王牌 但是沒有打 但是不明白了 但是不用這麼說 這三隻上次都有好表現 都是為莫雷拉騎 但是莫雷拉騎還是騎尼團軍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在這場前面 的活動會比較複雜少少 你有陳家希、其風十當 斷鼓他不會不搶 火白俠不一定搶 要跟二疊好位 亡胸都沒有問題 奇尼團金三檔 就在火白俠外面 如果火白俠死硬要頂二疊 奇尼團金能否入到二疊 奇尼團金上次都是二疊亡胸 沒有所謂 但是他這次會不會很輕易 埋到二疊 不知道 超白無敵四檔 又是會稍微跟前少少少 放還未必放得出 又會跟前少少少 那些跑得威不知道會否搞搞震 所以這場馬 前面那群馬的互動 再說一次 奇封 負一百合 奇尼團金超白無敵 說不定有跑得威 前面的互動會比較複雜少少 你要猜難少少 所以如果你拿去做打 什麼都是偉大勝利 換田泰安 偉大和田泰安這陣子 合作愉快 超能力 發財譜其實都跑得好 我想偉大會分析這場馬的形勢 我都覺得田泰安有用無謀 叫他想一場賽事怎樣洩位 怎樣跑 不用靠他 但偉大會告訴他怎樣跑 偉大會知道這場馬的形勢 而且上次偉大勝跑第二是很失望的 如果你回顧一下 那天莫萊拉 這是第三場的偉大勝 第一場那隻 我忘了叫什麼名字 我馬上找回 第一場那隻是什麼馬 即是 裡面找位很濕的 莫萊拉跑第四 那隻叫做安定凡勝 跑第四 找位錯了 第二場 扎西德勒 全程外跌 手風不順人 第三場 偉大勝利 好好的一個二檔 內檔 都不可以說他完全跑了 但很心急 轉彎很心急 拉到最外 衝 蝕了很多腳情 拉到外面沒問題 但很心急很心急 轉彎是去到五蝶 轉彎衝 衝輸了 衝到最後是有點內閃 所以很多情況之下 令到偉大勝利上場輸了 今次換田泰安 說真的 村田障瓦 村田障瓦 這陣子騎得好 但田泰安比村田障瓦 希望不會差過村田障瓦 村田障瓦騎得動 騎得定 莫萊拉騎得定 那些馬 不用想 來直路 拿了平革 立即全力衝刺 我覺得 拿膽就拿一隻最穩陣 偉大勝利 希望 莫萊拉簡潔和奇尼團丹 他會分票 火一百合也會贏 很簡單 其他三隻配腳 都不用說了 火一百合愛區 這隻馬 唯一不喜歡就是 莫萊拉回地貢國 莫萊拉很會騎 這隻馬 騎完之後 今季大幅進步 你見過 騎不騎 騎不騎得好似莫萊拉 不知道 但始終現在檔位 都是繼續好 騎尼斷金 上次都 上次你說 是不是很厲害 OK 漫步足 跟前他是賺了 但望塞生馬會有進步 始終是莫萊拉繼續騎 最後一隻大眾競區 上次跟火一百合串 慢步足 都是上來 跟火一百合串 這次十二檔難跑少少 看看他怎樣拍過去 這隻馬都是有能力的 所以都要做配腳 所以這場投注策略是 三個偉大勝利 做獨人的位置投注對象 以及三個偉大勝利 做鋅 連人及位置 鋅彈 拖二號火一百合 八號的短金 和十二號的大眾競區 希望大家喜歡這段影片 大家知道我現在在另一個渠道 發放一些臨場分析 在每一場十五公斤之前 都會講一些 預計塔前落飛馬 而而不穩馬 奇妮動態 和長地形勢 如果大家有興趣 收到一些訊息 可以來到我的Facebook page 發放訊息 或者來到我的Facebook post 留一留言 我會盡快回覆你的資訊 你會興趣參與 到最後 希望大家來到我的YouTube頻道 在這段影片 按一下訂閱 以及按一下鬧鐘 如果有新影片 就有一個通知 第一時間知道 多謝你們支持 下集再見 拜拜